真观年间 每年正月二十一这天 长安城万人空巷 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 换上短衣便携 他要亲自下田耕种 以表示对农丧的重视 这种景象 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 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 正观三年 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戒田仪式 百姓惊骇之余 无不欢呼雀跃 唐太宗时期绝不在龙王时期 蒸发并遇 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官礼 成年礼 那么这个 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 那必须调集这个军 调集这个 调集这个府兵来来充当仪仗了 但这个时候正好是 春耕的时候 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 为了不 不影响这个 农民啊这个进行生产 就没有去调集这些 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 把这个官礼上后推了 在农业社会 粮食风陷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 都江燕的建成 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复数与稳定 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 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政权动摇 为了加强水利建设 唐太宗整顿制水机构 公布设水部廊中和圆外廊 京师设都水建 掌管京师合群书军与灌溉事宜 贞观年间 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 就达27个 为解决扬旱灾在修建的 扬州都城堂水利工程 灌溉农田八百余请 从此扬州连年丰收 仓州疏通 无涕河 长汝河 张河及横河 从此无负水害 贞观七年 夏州树方开盐化区 引污水入库敌则 贞观十年 汴州陈流开观阴坡 贯田百请 给粮食封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即便是现在的农民 无论长江南北 还依然享用着 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 而在农业社会 发展经济还有一个 至关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 人口 这是一种 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 戏曲 《贤板腔》 曲目多曲自历史演绎和民间故事 这些老义人们生活在咸阳市 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 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 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 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 不得不迁移北方 今天老义人们常常聚在一起 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 这戏曲中包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精密 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 到海边吧 一路上头 就简直见不到人 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 你必须自在干粮 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 就不能够得到善事的供应 当时这个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隋末战乱 北方突厥如去大量汉人 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 导致人口锐减 唐高祖武德年间 全国人口仅存二百余万 不及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 李世民继位后 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 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值 鼓励多生孩子 政府奖励 他还下跪到赵令 鼓励寡妇再嫁 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 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 唐太宗为了人口增值 鼓励寡妇在家下诏 还有一个就是去向突厥赎回 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 把那些人口赎回来 有一年就赎回来八万了 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 唐太宗还规定 男二十女十五为法定结婚年龄 生男兵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 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 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 拿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 作为升降的参考 今天 原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签回的 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贤板腔曲目 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 《乾坤代》 他二十七岁等级的 等是当皇上的 他的总场的这一段 是这个乾坤代总的一段昌想 李世民的一段昌想 这段昌想的 这一段昌想的 就是通过回国区创建的建议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东即位之初的永辉三年 全国登记的户数达三百八十万户 人口近两千万 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一倍 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 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李世民抚名以近的政策 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 正关四年 关中农业丰收 流散人口纷纷回乡 正关六七年 风调雨顺 广大山东地区 一改昔日残破面貌 正关八年九年 十三年 一直到十六年 又是丰收年成 正关自治 当时的社会情况 和李基李云篇 大道之行也 大同社会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你比方说政治亲民 政治亲民 社会安定 外富不必 马流不野 老百姓生活安定 恩 you Lord you Lord